今天我们继续英格兰音乐回响 昨天我们讲了沃恩·威廉姆斯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同学 也是他的毕生好友 另一位英国作曲家 他叫古斯塔夫·霍尔斯特 这是一位曲红人不红的音乐家 长了一副天才的呆萌样子 他的代表作我想大家一定都听说过 如今风靡各种片头或开场曲的行星族曲 我们先来放一段第四乐章 沐昕来感受一下 一定都听过这一段吧 而且这首乐曲的更重要的意义 是它开启了一种科幻音乐的风格 它对我们后来的科幻电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我们在星球大战的主题曲 还有外星人ET 异形和2001太空漫游里面 都可以听见这首行星族曲的回响 其实呢 这首行星族曲却和太空外星人和科幻片没有什么关系 霍尔斯特写行星族曲是基于东方的占星术 据说是因为他的继母非常痴迷东方的占星术 霍尔斯特从小受他的影响 也热衷钻研东方哲学和占星术 在霍尔斯特写行星族曲的年代 正是斯特拉文斯基和解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 在欧洲备受关注的时代 于是呢 在行星族曲里面的铜管乐的运用 还有打击乐的节奏里面 都可以听见斯特拉文斯基的那种影响 这部行星族曲和我们之前听的戴刘斯 乌恩·威廉姆斯的音乐不太一样 它是开放时的 面向时代和未来敞开 它真正来到了新世纪 来到了二十世纪 它让英国音乐和时代接轨了 霍尔斯特写了三年 终于完成了这部行星族曲 一共有七个乐章 每个乐章以星球来命名 像火星 金星 水星 木星等等 我们现在都知道银河系有九大行星 为什么这里只有七个乐章 七个行星呢 一个是这里没有地球 另一个呢 是闽王星 因为在当时还没有被发现 有意思的是 在2006年 闽王星因为是一颗矮行星 而被逐出了九大行星 所以这首行星族曲依旧没有留下遗憾 这部行星族曲首演的年代 正好是欧洲一战时期 霍尔斯特没怎么看好这场首演 不料乐曲竟然一炮而红 几乎让它一夜成名 后来这部行星族曲流传很广 以至于完全淹没了霍尔斯特的其他作品 其实霍尔斯特在写这首乐曲的时候 也是他的人生低潮期 对占星树的研究 让他开阔了视野 让他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待自身 看待每个人 其实呢 从宇宙的角度来看 每个人都是渺小的 每个人的一生 甚至我们说的上下五千年 也只不过是一瞬间 他把七个行星的七个乐章 排列得像每个人的一生 从青壮年到老年 从躁动不安到沉稳 开阔而豁达 每个乐章都有一个小标题 像第一乐章 火星叫战争使者 第二乐章 金星叫和平使者 第三乐章 水星飞翔使者 第四乐章 木星是欢乐使者 然后第五乐章 土星老年使者 第六乐章 天王星魔法使者 第七乐章的海王星 是神秘使者 每个行星都有个性和使命 其实这些星球的名称 也是罗马神话里面 纵神的名字 争首族曲 波澜起伏 荡气回肠 同时 每个乐章都非常的鲜明 彼此之间对比强烈 也充满丰富的细节 像第一乐章 火星是紧张刺激的 铜管乐主打 加上激烈的切分音 其中呢 出现了一些乐器的 非常规演奏法 这是非常现代的 比如说像 以弦乐器的弓感来激弦 让它听起来 像一首军队进行曲 第二乐章 金星与第一乐章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金星听起来 非常的安静 祥和 好像忽然间 远离了战争的纷扰 里面运用小提琴 竖琴和钢片琴 让它带有一种 远离成宵的梦幻之美 第三乐章 水星比较短小 音乐机敏清零 它是一首欢乐的鞋血曲 第四乐章 土星却是清冷平缓的 有点拖沓 带着神秘感 好像是人类面对宇宙 未知的一种迷惘 第五乐章 土星也叫做老年使者 虽然这里是描绘老年 却也非常精彩 里面有一个长笛 木管和竖琴 塑造的交替的节奏 按时老年的步伐来临 第六乐章 天王星是魔术使者 从辉煌的大馆开始 霍尔迪米不断变换乐器 风格听起来扑索迷离 以此获得了魔术的效果 最后的第七乐章 海王星叫做神秘使者 听起来确实是朦胧神秘的 钢片琴和肃琴 塑造了广卯迷离的神奇印象 最后附上六声部的女声合唱 其中的第四乐章 木星是流传最广的 听起来无限的温情而灿烂 我记得有位日本歌手 叫做平原林香 他把这首木星改编成歌曲来演唱 歌中唱道 每一天我听见我的心 深知并非孤独一人 依偎在宇宙的怀抱之中 这部作品的编制非常的庞大 除了管弦乐队的常用乐器之外 还用了低音长笛 低音双簧管 低音单簧管 低音大管 和次中音大号这些管乐器 可见作曲家有意识地 加重了低音声部 让音响听起来更加的饱满厚重 除此之外 他还加入了管风琴 来塑造磅礴的气势 最后一个乐章里面 还有一段六声部的女声合唱 其实霍尔斯特一生写了不少作品 虽然大家记住的只有这首行星族曲 他还写了管弦乐圣保罗族曲 还有歌剧塞维利特 还有舞剧叫做大笨蛋 非常有趣的一个作品 此外呢 还有一些宗教音乐 霍尔斯特出生在一个音乐室家 家里出了不少音乐家 他的父亲本来想培养他成为一名钢琴家 但后来他的手指神经末梢出现了一些问题 改学了常号和作曲 他的一生比较淡薄 一直待在学院里面当一位作曲教授 直到晚年开始专职作曲 繁忙的教学任务 让他只能在假期和周末来写作品 像行星族曲花了三年才写完 他一直觉得行星族曲 并不算是他最杰出的作品 他对这部作品的一炮而红 几乎无动于衷 他甚至觉得陈明对于一位作曲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情 一旦成功了 为了保持这种成功 他就会不断重复自己 而不能在事业上继续突破 这个观点却是值得我们如今的音乐家思考 好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这部行星族曲里面最著名的那首《木星》 五十 水miş treble天乎成功了 二十二九 viewer 姿